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我们有产品项目 有笔记型电脑 有电脑周边印表机 那如果说今天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看到笔记型电脑 桌上型电脑 如果它后端是电脑的话 我就希望说 直接好像开一个新的 我只想要统计电脑有多少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运用到一件事了 就是如果我们来去做一个判断 假如这个的内容 它是电脑的 最后面两个字是电脑的话 我们就显示电脑 否则我们就显示它原本的产品名称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先把这件事做好 好 首先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新增一栏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面 我要先要先定买好 这个叫产品一 就是产品衍生出来的 所以呢 我先把我要做的事情 做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算什么 我想 我想去计算 应该说是我想要摘取出来适当的文字 我想 摘取 摘取或者是截取其中 那个产品 名称 名称 有电脑这个字的 如果 如果有电脑 我们就直接呈现电脑 如果没有 我就 显示原本的产品内容 如果有电脑 这个词 我就使用电脑 如果没有 这个电脑 这个词 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 使用 原质 原内容 好 大概看得懂 我现在要讲的事情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if 因为这边已经写到如果了嘛 所以一定会有一个if 好 所以if呢 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的说 要有一个if 所以大概慢慢要养成这样子一个习惯 就是自己打字 假如什么呢 有一个条件 有一个条件 成立的时候 不成立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 我是不是要取出来这个字 这个字 最后面两个字 如果判断它 是不是电脑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假设我就先打一个 AAA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判断它是不是电脑 是的话 我就显示电脑 不是的话 我就显示原本 原本这个内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就说 因为找不到AA 所以全部都出现一个 仅 NAME 不过我们先不管这个AAA 好了 那不然我把AA 换成是这个好了 就是我们先去判断这个产品内容 好 是不是电脑 是就呈现 现在肯定不是嘛 你看哦 因为不是 所以他就直接放原本产品的名称 好了 那如何写这个判断 所以我们是不是 要写一个 从右边取两个字 所以RI GHT 挖鼓 取两个字 Enter 你有看到吗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把笔记型电脑 变成什么 电脑 电脑周边 变成电脑周边 因为他不是 他最后两个字不是电脑 印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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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记型电脑 是不是变成电脑了 桌上型电脑 是不是变成电脑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是在写什么呢 我分两段来写 第一段 是不是先写一个 EV的判断 假如这边有一个条件事 这个条件事成立的时候 一直写到这边 这都是条件事 如果这个条件事成立的时候 我就要呈现电脑 比如说笔记型电脑最后两个字 是不是电脑 是吗 桌上型电脑最后两个字 是不是电脑 是 这个时候我就显示电脑 就是我多了一个分类 叫做电脑这个分类 不是的话 我就用原值 好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R-I-G-H-T就是右边 从右边取出两个字 好 所以这叫什么 产品一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一件事了 插入 枢纽分析表 确定 然后接下来 这边可能还没有产品一 我们必须要重新整理一下 这边才会出现产品一 请问一下 产品一里面 有没有桌上型电脑 没有了 有没有笔记型电脑 没有了 只剩下电脑 接下来 再勾选总架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公司 主要就是以销售电脑为主 好 有看到这件事 直接画出一个数纽分析图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应该各位可以去理解 可以去理解 就是说 假设我想把 桌上型电脑跟笔记型电脑合并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第一件事 插入一栏 会选 这个时候就要选到这个 表格 产品一的上面 这个地方 然后选插入 插入一栏之后呢 我等一下会写在白板上 就是写这一个 给你们去做资料的输入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完成 后面的树鸟翻析表 应该就比较简单了 不得的 我先让你去 感谢观看